我現在是租屋 床還沒來 我現在還是睡在地上 現在覺得對於開銷 還有包括日常生活 交由任何金錢上的付出 都不會像以前有衝動型的消費 甚至先生跟我還會約法三張說 如果我們今天開銷超過五千塊台幣 我們會先有個討論 我其實這包包已經賣了很多 因為在落魄的時候 真的很缺現金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賣掉很多包包 對 我現在是租屋 所以我很了解租屋族的心情 對 我整個新家的空間縮邊了 開銷我的床還沒來 我現在還是睡在地上耶 其實我們家兩年前就想要賣 因為畢竟我們也覺得房貸是一個壓力 然後那時候就準備要送孩子出國 想說未來他們在國外也有很多開銷 那就在去年送他們出國之後 都沒有任何聲音 結果沒有想到在他們出國買一年 就突然有一個買家出現 然後就是彼此都非常的合意 其實我算是第一次租屋耶 因為之前老家住了15年嘛 那因為其實是很臨時 也很感恩啦 就是老家賣掉了 所以就在很短的時間要去租房子 那那時候一開始還是想要從老家附近的生活 我們習慣了嘛 就是從大安區那邊開始找 然後就發現可能我期待的條件 然後反映在那個房租的金額上 讓我非常的覺得很可怕 所以後來就開始去找一些其他的區域 就是在比較遠地 也很恰巧的是 我們在台灣搬家的時候 兩個孩子他們在美國也搬家 所以對我來講 目前的開銷是蠻沉重的 那我覺得就先不要有這麼大預算的開銷 我們就先保守 所以現在覺得對於開銷啊 還有包括日常生活啊 交由任何金錢上的付出 都不會像以前有衝動型的消費性 我現在比較會想說這是我的需要 還是我的想要 那如果我真的很想要什麼東西 我一定會等打折的時候再去買 甚至先生跟我還會約法三張說 如果我們今天開銷要超過五千塊台幣 我們會先有個討論 小討論 五千塊台幣要討論 就譬如說假設今天我要買 買的手錶 欸現在一個iPhone就要五萬塊錢 我不能就是隨心所欲的就去買嗎 可是你以前真的是隨心所欲的 那時候我看你買東西都是很大手大小的 沒有在想 喔不會我現在買東西 而且我連這次搬家 我要買譬如說也是一些居家的收納的一些盒子啊 或者是箱子啊 我都會先放在 譬如說蝦皮或淘寶都會先放購物車 先放 我不會馬上衝動型消費 然後看到有沒有一些領券促銷啊 或者是說我先想一想 我現在可能這個盒子我需要四個 但我想說那我先買兩個 然後看看是不是好用 我為了省錢我買菜都會去大的超級市場 然後刷卡之外我還可以賺紅利幾點 如果你是去菜市場傳統市場 又必須要複線 那當然這個就是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 以前今天PO那個影片開箱新架 然後有那個貴的那個名牌包 也是很驚人欸 是不是又被上錯標 我真的好委屈 那都是好久以前買的 那有想要把它出新嗎 我其實包包已經賣了很多 因為在落魄的時候真的很缺現金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賣掉很多包包 那的確那些包包套的現金 也幫我度過很多很難熬的日子 那所以我在那個新的開箱影片 我就特別介紹 為什麼這些老包包我不會買 甚至有些包包我會帶進粉墓去 有感情 有感情 然後我知道我以後 我不會說我以後買不起 但是我不會再捨得就花這麼多錢 買這樣子的精品 因為我覺得還浪費